親愛的陳教授以及在座的各位貴賓 我感謝 首先感謝我們陳教授及各位貴賓 用你們最大的良心跟誠意來辦這個活動 我是前一個禮拜才接到這個信息 我那時候還在助長更 因為我心臟不太好 還有有一點那個 腦部也是有一點受傷 就是以前美島被刑署 30點以後就是發生一些後遺症 那麼我後來我答應了 我說這個我本來還在住院出來 跟 沒有關係站著 跟我們感謝大家 這個誠心跟誠意 那我不要講太多了 因為我今天背吉他來師 因為我一支吉他昨天下 我現在還是街頭藝人已經考到了 我沒有當立委以後是當街頭藝人 每次這樣唱唱唱唱 各位你們同情我沒有當立委 還要去街頭唱歌 每次丟個五百塊一千塊這樣 還可以過日子 你看 有時候我們從事政治 人家說 做花青年吃飯糕鹽就是這樣 那我是美島事件的時候 因為唱一首望春風 然後被判五年 關了四年多 你看那個時代 你說望春風為什麼被關 那時候望春風啊 是海外台獨聯盟的國歌 他們都把我害死 那麼我想要講幾美立島事件 可以講差不多三天三夜都講不完 那麼今天我可能很簡單的講一下 那麼首先我要跟大家講 美立島事件的時候 我是因為在當場 我也是美立島雜誌社的 那個以前的文仙 文仙總幹事 就是文仙方面都以我來做 那麼美立島雜誌社成立以後 前台灣辦活動 都是我在策劃音樂活動 第二個 首先把音樂帶信黨外活動的就是我 那時候替喜新娘做了一首 我們大家選我們的人 用那個四季謠來改編 然後後來才有這個 用音樂來幫助政治 這個以前大家認為說 你唱歌有什麼用 後來才知道說 音樂力量是這麼大 然後後來就一連串的歌 那我再後來也幫民進黨做了 民進黨進行起 就是現在民進黨的黨歌 那要出頭天 那要出頭天 大家都聽過 還有綠色旗聲唱天 這些都是我唱的歌 那民進黨在當初成立的時候 全台灣都在放這種歌 很振奮人心 所以今天我一定要來 就是因為大家還有誠心 辦這個來幫美立島平反 那我個人被判了五年 然後到四年多的牢 我在牢裡面受過很多苦 然後我們剛剛抓進去的時候 陳教授等一下講 講一點 我現在講了齁 我剛剛抓進去的時候 就是美立島事件 我是在當場參與所謂中 然後回來 我是十六號 美立島事件是所謂十號發生 所謂十六號我就被逮捕了 然後被逮捕以後 我被送到一個美立島的那個 就是送到我們警總的金人監獄 我現在警總的那個紀念館那裡 那我送進去的時候 我是莫名其妙 我說為什麼 我們只有唱一首歌要被抓 那時候當然我們也知道說 國民黨沒有那麼單純看這個事件 後來就知道我犯了歐條一 是唯一死刑啊 這是判亂罪 嚇死了 我說怎麼會這樣啊 所以我很多 很多知識在簡裡裡面學習的 後來我在那邊坐牢四年 我那時候心裡很痛苦 而且被刑囚到不像人行 真的 那我想我們唯一的就是看很多書 然後來解決自己的精神上的問題 因為我們快要發瘋了 你知道我被抓進去以後 第二天就被送到一個 然後一個車子 外面都用那個牛皮紙連著 然後好像開了 那個車子開了就四個鐘頭 我也不曉得在哪裡 然後抓出來 然後就用眼睛蒙著 抓到一個地下室 哇 那地下室有 站著 差不多六個到七個那個特務人員 裡面有警種的 調查機的 跟那個保安隊的 都是來對付我們的 然後強光這樣照著我們 然後就坐在那邊 他不講什麼話 然後六個就抓著有打 打一頓 差不多打了三十分鐘 打到前身是血 然後再放你下去 那時候我說 哇 糟糕了怎麼會這樣 然後在那邊 開始這個疲勞審訊 就是晚上跟白天都不讓你睡覺 連續這樣一個禮拜 看你做得了嗎 那人都傻了 然後 他就告訴你說 你在 你現在是犯了判亂罪 你唯一會被判死 你一定會死 你一定會死 然後我們 本來不相信 後來相信自己會死 然後 一天 從早到晚都不能睡覺 後來他就問我 他就 問我什麼 然後 你只要講到他不喜歡的話 說 你這個會說謊話 然後站起來 又被毒打一頓 然後打的方式很多 什麼把你用 用那個 香恩燙燙你的臉 燙燙你的地方 然後叫你站起來 跑三千 走三千 然後 有人用 所以 他們有三組 一組是吊殺擊的 醒醒比較溫和 然後第二個是警腫的 還比較 比較激烈一點 他會打 但是 馬恩燙的最慘 他拿起來就 打 不管你用踹這樣 打到你真的是 不成人形這樣 然後這樣被折磨了 一個禮拜以後 我們真的是崩潰掉 整個人是 沒有 晚上跟白天沒有睡覺 整個人都崩潰了 什麼事 是誰 自己是誰都不曉得 你看我被打到後來 差不多 二三十天 兩三個禮拜以後 然後送到 毒機房去囚禁了 差不多 兩個月 然後我媽媽跟我哥哥來看我 那時候警腫第一次開放探監 你們知道 我媽媽跟我哥哥都不是我了 我們隔著窗 在那邊相對無緣 我媽媽跟我哥哥在掉眼淚 我自己在哭 然後沒有講話 就這樣五分鐘進去 你看人是變成什麼 記憶都忘掉了 忘掉自己是誰 然後整個人塑成不成人形 你們看那個照片 就知道塑成不成 然後裡面打的 我們現在都有內傷 像我膀胱現在 就是被踹一個 現在膀胱都有問題 晚上尿尿 到現在三十幾年來 當立委到現在都沒有好 然後我頭部 就通常陰線 從那時候開始 到現在也是陰線 所以我去檢查 他說可能有 頭部有退化 什麼那些現象 八筋絲 那心臟也不好 那這些病都是在裡面 變得到後遺症 所以說剛才陳教授講得很對 平安有沒有平安 我們這些受傷 你怎麼來補償我呢 我的生命都受到這樣的折省 現在我覺得我身體很不好 我不是說完全怪他們 但是事實上都是從那裡種下的陰 我們每一條事件 那麼多人 像黃信介出來以後 隔了幾人就死了 那跟他都有關係 林玉雄在歐巴那天 我們當時是關在監獄裡面 大家在監獄裡面 平總一個人一個房間 我要講那個真的是很苦 然後我們聽到林玉雄的媽媽 跟那個兩個我子被暗殺掉以後 我們在裡面大家都哭 哭到不行 然後他們不叫我們不能出聲音 然後我就反抗他 我就唱那個 然後我們其他的人也是關在每一個房間裡面 都是隔著一個房 然後他們就知道說 怎麼裡面有關那麼多人 然後大家就一起唱 這個唱那個唱那個唱 後來我們有唱那個 還有唱那個一夜花 都很悲傷 然後我們在唱的時候大家都哭 哭那個聲音把那個警總的監獄 都整個震出聲音了 然後那個警察就是那個 不是我是金人 那警總都是金人在管 怎麼唱什麼歌 他一簧一簧交 就我們不能唱 然後後來我們大家還是在唱 堅持唱那個 那一直在唱那個 我們那個當時美藻時代唱的歌 然後就因為這個事情 後來我被 監獄裡面還有小監獄 被抓去關那個毒機的處罰房 你知道那個在裡面 下面是水 都是老鼠在那咬一咬戲 上面這樣 差點就死掉在那邊 所以就是想起那段時間 實在是不像人 你看我被折磨到不成人形 因為他 他刑取的時候不是用打 那個打是還弱體的 精神的折磨那是很可怕的 他說你一定死 然後你是錯誤的 你是叛亂的 你是毀賊 然後你是台獨 你一定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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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到後來我自己都相信我自己會死 不行 整個腦筋都不清楚了 你看那個對腦筋的傷害 到現在走路 這做什麼事情 都還 你知道我後來 初一 聽過20年以後 現在還很常還會做噩夢 還會醒來 去夢到自己 夢到自己在 睡在墳墓裡面被妖魔鬼怪打 那個傷害是很大 你說 剛才陳教授講的對 你說要保養 我們這種心理 跟肉體的傷害 要怎麼補償 你說 領個兩三百萬 能夠補償我的生命嗎 我的生命可能折省 可能少掉 少活20年 30年 你能賠償嗎 我們心裡的受傷 我現在當然不會混 我覺得 後來我在裡面讀了很多書 你知道我 在裡面四年 關四年 總共讀了四五百本的書 都是世界名著 或是哲學的 包括中國的我也看 西洋我也看 那是無形的說法 你知道我讀了四五百本的書 我的 博士班是在裡面修的 而且我們 放空的時候 每個 做精神都可以看來看去 彼此 你看我們在那邊 彼此交換知識 我的政治博士班 是在 建立裡面讀的 所以我覺得那也是收穫 所以我想一想 還是不錯啦 在裡面還是可以得到很多 你看書看了很多 可以打坐 可以修心養性 你知道林義雄 他媽媽 孩子被殺了以後 他每天就看佛經 靜坐 沒有他要轟掉了 所以說我們在裡面 每個人都是這樣 像王透他在裡面寫小說 養青處 都跟我們鑽在一起 寫小說 很多啦 所以說我們在裡面也有得 像陳吉他都在裡面讀了很多 所以說後來 李秀蓮之類的 所以我們覺得 每一條事件這些人 事實上在裡面觀 他們自己要好好努力 也是有受益的 但是另外 心靈跟肉體的傷害 每一個人都有 像蔡有錢被踢到 後來那個 他的下體都被踢到 後來不能生孩子 後來出來以後 好像用什麼 才把他弄好這樣 所以說我覺得很多啦 像大衛 衛廷朝 他出來以後沒有多久就死了 所以很多人都這樣 所以我覺得這種 這種能夠 說用這個補償條例能夠補償嗎 而且受害者到今天 都是這麼苦 加害者呢 我們出來都現在沒有聽到 他們加害者出來講一聲 是誰都不知道 所以我覺得 我這個時間的限制 我就不能講太多了 所以我是覺得這樣很不公平 那今天我很感謝大家 我講的話可能千人萬疑 所以我覺得今天辦這個 我們從破壞到平緩 民主與人權的路是很長的 那麼今天陳教授辦這個 是很有意義的 我跟大家講說我在 後來我當出來以後 當縣主委四年 然後當了世界的 當了十幾年的立法委員 然後我的助理裡面 也有鄭文燦 還有很多都現在都從政 那鄭文燦還做得這麼好 他在國會幫我當了四年的助理主任 他現在 他選舉的時候都是我操盤的 然後他叫我塞 等一下他會來 那麼我覺得這個都是政治的一面 那今天我就不講太多 我來唱一首望春風 看這首歌有什麼要判施的 我再唱一段就好了 不要給你們賺太多時間 因為他安排的時間應該沒有很多 我可能這個要講很久 但是我就簡單講到這裡 謝謝大家 希望我們台灣未來會更好 你快點我拿這個 因為我要唱的時候 所以我不能自彈自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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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唱一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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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給我拍一首歌 我唱一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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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年表紙麟馬爬 誰敢人出帝 想要問他驚歹世 春來冬禮拜 想要農軍著紅色 依愛在深淡 但太好是軍來拆 青春花董開 聽起我面有人來 幾問家看賣 驚歹請雲是傲大胎 同憑著 謝謝大家 這樣的歌要被判五年 你看有沒有想像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因為時間已經到了 我們謝謝邱瑋源今天帶來的歌曲以及 下集報 算計 下集報